这期科技参考我们来说说减肥药 因为严格地说 第一代安全有效的减肥药 才刚刚在几个月前国内获批上市 之前中国虽然也上市了几款 被人们当作是减肥药的药 但其实呢都是以二型糖尿病为失营症使用的 不是专门用来减肥的 单纯想减肥的人用它能减肥吗 简单地说没必要 这期咱们详细了解一下 以免被骗子忽悠了大钱 还没能收获满意的效果 花钱买最受 刚才我说安全有效的减肥药才刚刚上市 这话好像说的是之前减肥药都无效似的 的确那个效果非常微弱 第一代真正有效的减肥药是一类统称 叫做GLP1 胰膏血糖素样态 一代表性的药就是利拉鲁态 四美格鲁态 还有一个更加有潜力的 T西帕态 为什么我说这才是第一代安全有效的减肥药呢 咱们先说安全方面 2023年9月 初代网红 郭妹妹第二次出狱了 第一次蹲监狱是因为开设赌场 被判了五年 这次的监狱呢 蹲了两年半 是因为销售一种不安全的减肥药 叫西部取名 西部取名是一种能够干扰多种神经地质在吸收的药 最初用于治疗抑郁症 后来发现副作用是降低食欲 于是曾经一度被批准用于减肥 但是2010年的时候 FDA要求下架这款药物 因为它会作用在脑干的一些受体称 脑干那可是生命调节的中枢 干扰这里就会导致发抖 呕吐 心律不齐 血压过高 甚至意识丧失 放到今天 它已经不是一款安全的减肥药了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减肥药 比如说催吐的 导致腹泻的 它们对身体也都有害 而且有害程度甚至还高于西部取名呢 那些乱七八糟的减肥药 甚至都无法通过20多年前FDA的安全审核 而西部取名起码在20多年前的标准下 那还是及格了 所以2010年之后 市售减肥药唯一安全的就是奥利斯塔 它在安全的基础上 能够通过抑制肠道被脂肪的吸收来减肥 很多人可能也用过 效果嘛 一言难尽 主要呢 是不敢放屁 否则一不留神 没加住 浑身散发着粪便的味道 裤子后面还留了一圈痕迹 说翻安全方面 咱们再来看看实际效果 抛开奥利斯塔吃完之后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 这个不提 只看效果 那也很难说有多令人满意 在各种减重的效果实验中 它只比健康饮食合理锻炼组 好那么一丢丢 这组呢 也经常被叫做安危剂组 比如说 安危剂组如果减重2到3公斤 奥利斯塔组大约可以减重3到4公斤 但这个效果呢 已经是所有以安全为前提的减肥药中最好的了 当然如果抠数字的话 也可以说 它比饮食加锻炼组的效果好了33%到50% 那从这个角度说那还是明显的 也因此它被批准作为减肥药上市了 但是要知道 凡是这类减肥药的实验啊 首先从医学伦理上讲 都会首选搭胖的 因为它们更有治疗的必要性 其次呢 从制药公司想尽办法体现出效果的角度讲 它们也特别乐意征召胖出号的人 多胖呢 就是BMI身体指数在30以上的 咱们可以算法 一个男性身高1米7的话 体重185斤 那个BMI指数是32 换成女性呢 身高1米6 体重164斤 我刚才说的这种胖子 在减肥药的实验中 其实都已经算瘦的了 二三百斤 那有的是 而就是这样一批人 在经过5到10个月的持续药物减肥之后 才减了3到4公斤 换谁都不会觉得满意的 十多年前 利拉鲁泰作为第一款足够安全的GLP医药物 在欧美国家上市了 但当时是用来治疗二型糖尿病的 其实在上市之前几年的临床实验中 诺赫诺德就已经注意到 它的出色减重效果了 只不过因为参加实验的都是糖尿病人 所以最初为糖尿病准备的实验 还有一个缺陷 后来又补充了一些 纯是胖 但没有糖尿病的人 让他们也使用利拉鲁泰 才算是补齐了减重的效果 在第一次上市之后4年 利拉鲁泰以减肥药的身份 被FDA再次批准 以减肥药的身份上市了 利拉鲁泰在2009年发表的临床实验中 减重的效果是这样的 在BMI身体指数30到40的人群中 每周注射一次 根据剂量不同 分别减重4.8、5.5、6.3、7.2公斤 奥利斯坦的减重是4.1公斤 安慰剂组减重2.8公斤 注射最大剂量3毫克的那组 减重超过5%的人占比76% 奥利斯坦是44% 安慰剂组是30% 减肥还有一个维持的问题 比如说身体最初不适应 能量消耗跟摄入的差异 但是几个月之后 人会自主地通过饮食调整 来减少能量缺口 尤其是运动减肥的人 为什么基本没有成功的呢 甚至很多运动减肥的人是越减越肥 就是因为身体自我调节的能力太强大了 运动消耗的能量全都在运动之后 一直薄弱的时候吃回来了 利拉鲁泰在56周的持续使用更动下 减重效果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对所有剂量来说 减重超过5%的人比例是56% 平均减重是9.2% 一般来说 一个人减重5%的效果就是 轻微的能看出瘦了点 如果减重能达到10% 那效果就是人人见到里都说 哎呦最近瘦了 所以严格地说 如果减肥药使用大半年 都没有减重超过10% 大部分人是不会满意的 诺和诺德后来还开发了 第二款GLP115 和利拉鲁泰非常相似 叫斯美格鲁泰 它在减重效果更好 68周的时间 平均减重15% 那就是200斤 变170斤 这个药也是最初用于 二型糖尿病的 然后马上被批准用于减肥 它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直严重缺货 糖尿病人都很多用不上 因为全被那些减肥的人弄走了 要知道 全球希望减肥的人 那个人数可大大超过 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所以这类效果好 并且需要长期使用的减肥药 是制药公司的摇钱术 有一款成功上市了 糖赚20年 在2022年之前 这个市场都是诺赫多德的 但是2022年7月 又有一款GLP1减肥药来了 这次是里代公司的T7帕泰 三种不同剂量 持续72周 减重的效果分别是 15% 19.5% 21% 其中15毫克剂量足利 有三分之一的人减重超过了25% 二北京大胖子编150斤的效果呀 医学减重中最极端效果最明显的 那叫做胃膀露手术 那个手术的减重效果也就只有25%到30% 那你看每周打一次减肥针的效果 堪比做手术 那简直不可思议了 T7帕泰 还做了一个最高耐受剂量的减重效果测试 用这个结果对比斯美格鲁泰 什么叫最高耐受剂量呢 就是让人们尽量采用高剂量 也就是那个最高的15毫克一针 如果身体感觉不难受 那就继续维持这个剂量 如果恶心呕吐了 那就降到10毫克剂量 斯美格鲁泰呢 也用这样的方法 就挑选最高耐受剂量 72周之后 T7帕泰的平均减重效果是26.6% 斯美格鲁泰呢是21.1% 听到这儿啊 很多人就开始跃跃于世了 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减肥了 但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劝退的部分 首先国内并没有任何GLP1的药物 被用于减肥 斯美格鲁泰作为糖尿病治疗药物 使用的剂量比减肥要低60% 那么只能使用治疗糖尿病的这种剂量 也就是1毫克的剂量下 40周后的减肥效果是多少呢 就是接近6% 远不到20% 所以不是很明显 你可能觉得6%也不错呀 错了 实际效果啊 很可能是3% 因为我刚说了 参与临床实验的都是典型的大胖的 BMI指数30以上的那种 大部分实验参加者的平均体重就是100公斤以上 就200斤啊 而一个普通的微胖的BM指数25以下的人 使用这种药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其次呢是副作用 尽管今天大麦特麦的GLP1都是很安全的 但这对药能减肥的原理都不是改变人体能量消耗 而是通过增加饱腹感 延缓食物在消耗道的排空 所以打完针之后 恶心 呕吐 便秘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在使用期间出现上处症状的比例 大约是44% 25% 23% 我身边也有很多老人 因为患有糖尿病使用斯美哥鲁炭 他们全都有不舒服的感觉 这种不舒服啊 就是胃力总顶得好 吃不下饭 情绪也不好 他们总以为是吃错药了 因为老年人把吃饭 睡觉 这两件事看得很重 一旦吃什么吃不香了 也没有食欲了 他们就会觉得事态严重了 其实呢 这是GLP1药物的正常反应 它正是通过这种感受控制血糖呢 所以你即便没有出现 恶心 呕吐 便秘的副作用 打这种针的代价 也是减少80%吃的快乐 你再也没有想吃这想吃那的兴奋了 仅仅就这一条 我估计就能劝退很多人 很多人是愿意用十年阳寿 换一辈子吃枪喝辣呢 第三个劝退的原因就是 停药就会反弹 这些GLP半的减肥药 想维持减重的效果 是需要一直打针不能停 一旦停下来就会大幅的反弹 比如说 使用斯美哥鲁泰20周的时候 平均减重10.6% 继续使用48周 还可以再减8% 但如果到了20周就停下来了 之后的48周 体重会反弹多少呢 7% 你看好不容易减了10.6% 又反弹回7% 那根本就没减多少 一个最强的药T7帕太 在反弹上是这样的 连续使用36周 减重21.1% 继续使用一年 还能再减6.7% 但如果从36周就彻底停药了 一年之后体重会反弹14.8% 你看好不容易减了21% 又反弹了15% 反弹效果呢 大致就是这样的 所以只要用上了想保持效果 就不能停药了 第四个劝退的原因就是价格 斯美格鲁太在国内已经获批了 但只给二星糖尿病人用 你说我有各种渠道可以搞到 那也是自费 医保是不可能给你承担的 三毫升剂量是最高剂量 公立医院的价格是814元一只 每周一针的频率这么大 一年的费用大约4万块钱 而且现在用假储方 去抢斯美格鲁太的人很多 你是几乎不可能以公立医院的价格抢到的 所以真实成本的可能是5到6万元一年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体系怕太 国内虽然没有上市 但是美国的价格大概是1000美元一个月 使用一年的成本是1.2万美元 那更是难以接受了 有人听说斯美格鲁菜的专利 2026年就过期了 随后仿制药就会上市 价格大减 那不就不是问题了吗 其实在上一季科技参考中 我就在答疑中说过仿制药的问题 那个药效基本都是远远不及原研药的 尤其是这种太类的药物 仿制药的药效除以N 那都是大概率实践 所以总结一下 GLP1的药物确实可以减重 但那种惊人的减重效果 是对超级大胖的而言的 普通人会因为注射剂量不足 体型不够胖 效果除以4除以10 那都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本来比较可观的减肥效果 到了普通健康人身上 那就不值一提了 除此之外 还要忍受常年失去美食快乐的代价 还要付出一年几万块钱的成本 这种减肥 只比花钱买最瘦稍微好一点 而且由于很多有钱人并不了解 效果大幅削弱的真实情况 抢走了很多 本该是糖尿病人的药物 导致很多糖尿病人 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那算成这个损失 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